像蔡衍明董事長 到底要你說什麼 講清楚說明白真有這麼難 還得再問第二次 蔡衍明董事長 到底要你說什麼 問題清清楚楚一翻兩瞪眼 柯文哲偏要繼續打迷糊仗 講完你 今天中天的跟中式有沒有來 有啊 笑笑喘口氣 掩飾自己緊張情緒 聽到敏感問題 乾脆來個文不對題 瞎扯紅眉 再願綠眉 千錯萬錯都不是我先說錯 我也覺得台灣的媒體 我不喜歡紅媒 但是我不喜歡綠媒 所以有時候 這也是台灣的媒體界要正在思考 媒體都變成政黨的公關公司 這實在不是好現象 好啦下一題 所以他到底要你說了什麼 蛤 他到底要你說什麼 你為什麼我當沒聽到 但柯文哲別忘了 自己可是在節目上挑明 望中集團董事長之前支持我 但是我不聽話 沒有照著他的意思講 現在換到韓國瑜身上 但韓國瑜晚間接受平面媒體訪問 強調完全沒有把我講過的話 掉出來都知道 哪有什麼被要求發言 韓國瑜更說 蔡董最關切的就是愛台灣 如果真有跟他說過什麼重要的話 那就是真愛台灣 兩岸一定要和平交流往來 蔡董事長 蔡董事長希望你講清楚說明白 到底是什麼話 不用說我們對於大陸方面會表達善意 但是也不見得說我們每一句都要聽你 連兩天被問到底是哪句話 憋了這麼久 硬是在大選年胡亂開槍 望中集團對此強烈反駁 要他說清楚 講明白 絕不枉被黑鍋 你要講清楚到底是哪些話 旺董要你講 為了政治利益 誠信 道義 參政初衷都能背棄 哪怕是失言也毫不在意 但別忘了主席口言的可是全民耐心 記者綜合報導 領執